因為我也又在考慮說 我是不是應該要 要教年紀比較大的 就是大家世俗的觀念會覺得說 比較穩定 然後才可能有結婚的機會 沒有 年紀大的有的人很幼稚的 像小梁瑞士那種的 真的 我覺得如果年紀大 然後還幼稚不成熟 我就更沒有辦法接受 可是如果年紀輕 你稍微有時候 我會覺得沒關係 因為你可能還沒有那樣的歷練 我比較可以忍受 但我很幸運的 我交往的某一任是算 那時候真的是很穩定 那他雖然比我小 可是我覺得在他身上 我反而學到更多的 就是他的優點 幾乎都是我的缺點 比如說 我們交往的時候 我的收入是比較好的 然後他的收入是比較低 但是我某一天突然發現 他會比如說投資 他會理財 我就說哇 他賺的已經這麼少了 但他居然存款還很高 我覺得我好不可思議喔 然後所以這個東西我覺得 反而是我應該跟他學的 因為我反而在這一塊上面 我沒有我這個年紀 你應該懂得那個 好像大家都會理財啊 幹嘛 儲蓄我完全不會 我只會 就老老實實 可能就是 買個房子當存錢這樣 我可能只是 這麼樣單純 但那一任就讓我覺得 哇 原來他 其實年紀輕的弟弟 但是 他們的優點或是 我覺得只要懂得去欣賞 他們的優點 呃 有好處就一定有壞處 那壞處是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哀愁是什麼呢 照顧弟弟太累人 姐姐變成老媽 宇柔有這個經驗啊 對 因為我那一段姐弟戀 大概兩年半的時間 然後一切都很好 我覺得很開心 什麼都好的情況下 唯一最不好的點是 就是他的所有生活開銷 我都要照顧他 因為他能力沒有我這麼好 所以有很多時候 比方說大家出去吃飯啊 或者是突然想要出去玩什麼 那他如果 面露出一些 就是他有點 勉強 好像不太手頭沒有錢 去做這些事情的時候 你就會想說 沒有關係 我先幫你這樣 可是幫到後面 兩年多的時間 他到後面已經變成是一種習慣 就是他會覺得 比方說今天大家出去吃飯 然後大家比如說 今天這樣大家share 他就可以眼睜睜看著你 把錢包打開 然後把他那份錢也拿出來 就他不會掏錢包的 然後比方說 隨便去路邊攤吃一個小吃 可能一兩百塊錢而已 我就說 Baby你先付 因為我是一千塊大張的 你有沒有零錢 他會直接跟你講說 我沒有帶錢包出門耶 Oh my god 就是那種感覺已經變成是 他已經吃定你說 你出去做什麼事情 你都會帶錢 會take care of他 我記得兩年半 後面半年吧 常常就會因為這些是吵架 比方說住在一起水電費 我會覺得 因為還有室友 那我會覺得說 那要不要就是 加你一起進來算 因為你也都是常租在這邊 你也吃這邊喝這邊 是不是水電費也幫忙分攤 他會覺得 這個房子是你租的 為什麼我要幫你share 然後他說 你今天去上通告 你少坐兩次計程車 你這個月水電費就有我那一份 你問他 就要跟我計較這一些 他說 可能幾百塊 爛透了 可能幾百塊對你來講不痛不癢 但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大的開銷耶 看著他我就說 我可不可以當你的女朋友 我不想要當媽媽 就我也想要享有我當女朋友的權利 你是這樣子的人 對 然後到第三次他還是覺得 那你現在就是你有能力 你take care我 我以後成功我還給你 我一定會還你啊 你為什麼要跟我計較 講這種話都不要相信 所以說他的工作是不穩定的 是不穩定的 是不穩定的 對 然後我也說 那你既然不穩定 你要不要兼差或什麼 我都幫他想 就是說 因為你也要照顧家人啊什麼 你至少要把自己顧好吧 他就是不懂 他就覺得他這個年紀 他現在不拚 他什麼時候要拚 他要等機會 那我會覺得說對 或許你可以等機會 但是我沒有辦法等你 所以到第三次 我說出這樣的話 然後很難過的時候 他還是不了解的時候 我就覺得那 就分開吧 像夢多在跟舞伎廳碰到的 姐姐是不是都包你很多錢 他應該說你 我一個晚上趴 喂 沒有啦 不是夜晚 我是夢多 夢多 夢多好嗎 你做夢很多啦 每天做夢啊 你說你有碰過很有錢的姐姐啊 其實還 就是我的 遇到的就是我高中的時候 然後 他已經上班子三十幾歲 然後就是我基本上呢 就是從小到現在 都是比較打男人的個性 所以就是說 因為高中就是不能工作嘛 但是我又去打工 所以如果找到女朋友的時候 就是當然我買單什麼的 但是就是 小朋友嘛 比較就是 情形能力那麼好 沒那麼好 那就是遇到這個姐姐的時候呢 我覺得很放鬆 而且他讓我很有面子 他不會說 啊沒關係啦沒關係啦 姐姐買單 因為我的個性 不可能接受 雖然是他比我年紀大 但是我說 啊沒關係 因為我是男子漢 而且九州 九州男人 啊不行 我來付錢 你是高中生耶 是啊 但是還是一樣 我從小到現在都一樣 他很聰明 我去洗手間 他已經買完蛋了 然後他看我講說 好 我就有點生氣 欸 欸我不是說我要付錢嘛 他說 欸那沒關係 那你請我喝咖啡 啊 很聰明 就是說讓我還是付錢 但是就是負擔比較少 對 對然後還有就是 印香深刻就是 他帶我去吃那個法國料理 法國餐廳 然後我第一次去那個法國餐廳 French restaurant嘛 因為 不知道怎麼用 因為很多規定嘛 從好像外面 這樣這樣吃 對對對 我都不知道喔 他就說 就 就他不會出聲音告訴我 就是他有眼睛 好聰明 很聰明 然後覺得我 我跟大家在一起一年多 學到好多東西喔 我們來看一下 嗯 第二點 我看不勁 小男人體貼一起生活優點多啦 有什麼樣的優點嗎 這是真的 因為小一就是 平常時候 我覺得年紀越大我就越懶 我以前 還會自己切切水果啊 煮煮飯啊 洗洗碗盤 我自從跟他結婚之後 我這件事都不用做了 嗯 他不管再忙再累 昂檔戲再沒有時間 他只有一個小時可以回家 他就回家把飯煮好 把碗洗好然後再出門 真的 對啊 連去他家做客都能夠 先把客人安補好之後 再去拍戲 真的 對 馬國賢先生知道 他就回來幫我們處理一下 之後 太可愛了 很貼心 而且他安撫你幹嘛 浪費時間就請你走就好了 喂 我們約他家也是客好不好 幹嘛這樣 欸 你知道小一多貼心 貼心到他知道他喜歡Hello Kitty 他還說那一組Hello Kitty 跟那個海賊王合作的那個Shark 被送給他 真的 好貼心 我自己經驗裡面 有一點跟比較大的男生 年紀比較大 比我大的男生約會的時候 其實就還滿清一色的行程 比如說大概就 跑不掉就吃飯 看電影 了不起就約朋友一起唱個歌 大概就這樣了 那吃飯可能會換一下餐廳 或是習慣餐廳走膩了再換個餐廳 大概就是這樣 可是我覺得 年紀比較輕的男生就會花很多心思 因為我覺得有點像我們小時候也是 就是小時候錢沒有賺很多的時候 你就會窮則變變則通 會花很多心思在上面 而不是只是說 我今天反正我有這樣的能力了 那就看你想吃什麼 那我們吃什麼 那我們想去哪裡去哪裡 可是想男生就不會 他就會在 僅有的他的能力範圍之內 我記得有一次 忘記情人節還是我生日 那因為我的就是工作來講 也沒有辦法 那時候也沒辦法出國 然後包含他那個時候其實 也才大學畢業沒有多久 所以也沒有能力一起出國去玩 就包含可能我們各父各的 他也都 他也都覺得說 他會有很大的壓力 但他知道有節日到了 所以他就精心策劃 他就去訂了 他知道我的行程之後 他就訂了飯店 他找了就是很類似 比如說像巴黎島風格那樣子的飯店 然後去訂下去 然後訂了從晚餐 然後到 到凌晨 因為我們也順便找朋友一起玩一玩 然後再朋友離開 到早上 到隔天行程 他就說因為我沒有辦法 陪你一起出國 或者是說我更沒有辦法 就是帶你出國去玩 以我現在的能力 但是我希望在節日這一天 我希望可以有 送給你這樣的禮物 就是好像我們一起出國度假的感覺 我覺得 哇 就是小男生我覺得 他就比較會花那個心思 因為他沒有那個能力 那我覺得年紀大的男生 可能會覺得 有感動啊 明明是賓館 他說飯店 不要這樣好不好 你不要抓那個 因為你要想年輕人的費用 他沒有辦法 只能這樣做 所以我就覺得 小男生其實是比較貼心的 這很好啊 他就把那個羅東 當成羅馬在設計